近期 美国一百多名所谓对华鹰派人士 联名签署一份公开信 攻击中国不承认现有的国际秩序原则和规则 对此 专家表示 奉行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的美国 才是国际秩序的真正破坏者 专家表示 本届美国政府先后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全球移民协议 伊核协议 巴黎气候协定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万国邮政联盟和中岛条约 这些国际组织和协议涵盖了经贸 环境 社会 安全 军事 人权 外交等各个领域 这些多边的组织包括这些协定 都是国际政治秩序的一个非常基本的规则 这些规则也是保证世界政治 稳定运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但是美国现在它退出了 这样的话就打破了原来的平衡了 是对国际政治秩序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破坏者 美式霸权其实就是对世界的秩序规则的态度 是合作用不合作气 美国呢肆意地退出 其实呢它是对这些国际规则的严肃性 和它的法律约束性的一种践踏 也是对国际政治秩序的一种破坏 专家表示多边贸易体系是国际经济秩序的核心 近年来美国利用其国内法和技术垄断等优势 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肆意发起贸易制裁 对包括中国欧盟印度墨西哥等主要经济体 挑起经贸摩擦破坏多边贸易体制规则 专家表示美国曾经是世界贸易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之一 如今却成了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常客 美国呢在WTO的这个规则里面 它的有三接近三分之二的案件都跟它有关 那么WTO呢在一些上述的案件到了它那里以后呢 那么美国呢对于这些裁决呢基本上是置之不理 这一桩桩一系列的这些事情都证明了 美国呢对于现有的国际秩序的赤如裸的一种破坏 香港各界人士强烈谴责外国势力粗暴干涉香港事务 企图搞乱香港 呼吁市民们团结起来予以抵制 香港各界人士表示 香港一系列暴力事件背后有明显的外国势力的影子 要求这些势力趁早收回他们在香港伸出的不堪的黑手 金钱上面从言语上面从政治层面从现场调动方面都能清清楚楚的看到外国势力的影子在里面 这个是他们不拥抵赖的一个事实 香港的内部事务呢轮不到外人来这时候滑脚 我自己非常痛心地看到香港现在这个内部的分裂啊对这件事件 而这个呢恰恰在后面呢外国势力的三峰点火也好 推波助燃也好呢是一个大问题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城市 现在香港发生的事情是中国的内政 是香港的内政 也不用他们去在我们这边说上道事 也请他们不要再对我们年轻人 说出一些不合理的 不负责任的一些坏的错的信息 去影响到他们 这样子会伪了他们一生 香港各界人士呼吁市民们团结起来 共同抵制外国势力别有用心的政治抹黑 以及对香港事务的粗暴干涉 我想香港人都是 要明白现在是一个很险恶的时间 还有你想香港人 我们有什么事的时候去找谁 你在外国不见了护照你找谁 你找中国领事馆 你会不会找英国领事馆 找美国领事馆 思维节里面都是骗报很多 那些外国人他们不是简单的去游行 他们都是在好像在一些指挥啊 做一些守号啊 做一些指令啊 真的要把他们的手拉开了 真的要离开 因为我觉得我们有 我们市民相信啊 我们有国家在背后 我希望香港人都勇敢起来 对那种暴力啊 对那种不平的事情 说不停下来 本台刊播国际锐评 题目是香港绝不能容忍外部势力兴风作浪 锐评指出 针对香港近期发生的一系列极端违法暴力事件 美英有官员不断发表错误言论 声称香港特区政府应尊重言论和集会自由 香港自治权利应得到保障等 这些论调罔顾事实 颠倒黑白 公然为反中乱党分子撑腰打气 挑衅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一国是两制存在的根本前提 根深才能夜貌 本故才能知荣 中国政府对香港特区拥有全面管制权 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以高度自治为名 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 从2014年发生非法战中 到此次暴力犯罪事件 外部势力一直在不断向香港伸出黑手 制造混乱 企图破坏一国两制实践 通过培养自己的势力 来谋取香港的管制权 搞乱香港 搞乱中国 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 绝不允许任何外国政府机构和个人 以任何方式干涉 香港是自由港 但绝对不会容忍外部势力在那里兴风作浪 本台消息 新华社播发新华时评 题目是内外势力勾结霍广的仇与恶 施挺说 近期香港一系列违法暴力事件发生的背后 时常可见香港一些势力一些人 与外部势力明理案例相互勾结 我们正搞那些习惯于对别国事务指手画脚的外部势力 打着民主广子 幻养暴力乱港的怪物 小心被怪物反噬 妄图颠覆一国两制 破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更是痴心妄想 不自量力 小心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我们也要警告香港反对派政客 殖民时代早已过去 为一己私利 甘愿充当外部势力反中乱港的打手 必会被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所唾弃 必会被永远盯在历史的耻辱柱上